现在温子郡400公顷的面积早期是大家都知道这是最容易淹水的地方 因此为了让基础工程能够做到更完善 营造一个任性城市 所以排水湘涵的工程就相对的是重要许多 新北市长侯友依在地方明代的陪同之下 进入到温子郡工二之一用地的一处四孔湘涵 视察施工的进度 他期盼工程能够完成以后将温子郡还有新庄地区的基因淹水问题一并来解决 新北市长侯友依在地方明代的陪同之下 进入到温子郡工二之一用地的四孔湘涵视察施工进度 他期盼工程能够完成之后将温子郡还有新庄地区的基因淹水问题一并解决 温子郡在整个四百公顷要做四孔湘涵 四孔海水湘涵它的垮度达到18米 高度达到1.8米 这么大的海水湘涵 最重要是温子郡这块地区 就是滴滑地区 早些人说叫做浪跌浪跌 这个地方最容易积淹水 最容易积淹水能如何改善积淹水以外 旁边又有柜子坑溪 如何衔接柜子坑溪 让新庄泰山的四面朋友不用淹水 更能够营造一个柜子坑溪的水环境 所以四孔湘涵就结合了 我们温仔进在海水湘涵的总体长度 将近29公里 29公里能是从台北到中立的国道一号的长度 这样等 然后把所有排水湘涵全部汇整 那四孔排水湘涵就直接汇到 雨水下水到最后汇到柜子坑溪 所以这个基础控制非常非常的重要 温子郡400公顷的面积 早期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是最容易淹水 因此在柜子坑溪的抽水基础完成以后 排水湘涵总长度将近有29公里 大概可以达到35个奥运国际标准游泳池的排水量 相当于有12座的制洪池 所以市府要打造成洪韧性的新城市 温子郡水环境目标近在眼前 这就是一个任性城市 也可以瞬间也可以解决洪风来的瞬间一样 让这个地方不会有吸烟水的状况出现 所以未来我们温子郡会盖出将近有35座以上 38座以上的奥运的国际标准游泳池 那有12座的制洪池 那这个都是我们让一个水环境让一个韧性城市 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抽水基础一定要配合我们市洪池 排水湘涵 在瞬间我们如果把抽水进到以汇址更新 这要快 这一步就会抽 这一步就会抽水 让这个地方就比较不容易达到激烟圈 排水湘涵在都市里面的排水 方可解决新庄泰山快速的排水系统到四孔湘涵里面 然后再排到柜子坑溪 让坑溪的雨水量能够增加 最重要是解决洪风瞬间的雨量所带来的灾害 记者黄又贤泰山采访报导